延续我们的几页叫做 耶稣的灵系列7 耶稣的灵与魔鬼啊 还没有讲这个主题之前 跟你讲个交话 刚刚过情人节 也跟你讲个情人节的交话 在情人节的晚上 有一对男孩子 对女孩子在一边去夜会 男孩子就对女孩子说 我爱你 那女孩子就被打她说 如果你真的爱我 你从这里跳进去啊 就跳进湖里面啊 然后 男孩子就毫不犹豫的跳了下去 然后 几年 几年过后 当人家在见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已经结婚 已经是成为夫妻了 有人就问这个女孩子 你的丈夫是一个残废的 难道你没有怨言吗 女孩子就被打她说 她是因为我才变成这样的 我找到世界上最爱我的男人 我会照顾她一生一死 然后 那人就听了很感动 然后就转过去 向那个男生 问 你对当年的事情 有当年的举动有没有后悔 然后那个男孩子就拉这个 问的人 悄悄的对她说 我那一天晚上 所以那么没有功德性 递了香蕉皮 还我摔了一跤 我掉进河里面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这个笑话告诉我们说 我们做东西是有事实的真相 所以要找出事实的真相 今天要跟你讲 耶稣的名 和魔鬼 也是要让你知道一些真相 OK 那今天 今天有很多经文要看 但是我 稍微就这么大多分了一个一个看 我们 要研究几个经文 第一呢 我要给你一些的背景了解 耶稣啊 特别看重感鬼这件事 他在他的事奉里面 你几乎可以看到他 因为不是讲到感鬼这一字 感鬼是他的课题 感鬼是他要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来 读一些经文好不好 读一些经文 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节 他讲说 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 又感出许多鬼 不许鬼说话 因为鬼认识他 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经文 于是在加利利全地 进了会堪传道感鬼 你看他 这是他必行疫情的事情来的 然后在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五节 他说 并给他们全病赶鬼 然后接下来 耶稣叫十二个门徒来 拆取他们两个人出去 也是他们全病自伏乌鬼 有没有 第六章第七节 然后 这夫人是西密尼人属西利 菲尼尼基族 他求耶稣赶出那鬼 离开他的女儿 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六节 在七日的第一 七日的第一至清晨 耶稣说了 先向摩达拉的马利亚显现 耶稣在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 第十六章第九节 信的人必有神迹 谁跟他们 就是奉我的名赶鬼 说心方言 所以你看 你不难看到耶稣很坎强调 在他的整个侍奉里面 在他的生涯里面 跟鬼交涉的 是蛮平易下的 所以我们看到呢 而且我们最后的经文呢 他说第一个神迹 必随着相信的人 就是什么 第一个神迹什么 信的人必有神迹在那边 他们就是奉我的名 赶鬼 第一个神迹必须要看到 就是赶鬼 也就是换句话说呢 他们可以自行这个全病 在魔鬼身上 圣经没有说神迹 只是随着传道的牧师而已 奉耶稣的名 所有的信徒都有全病 自伏莫非 大家跟我一起讲 所有 所有 所有包括你 所有包括我 你啊 这样讲你啊 包括你 所有包括我 所有包括我 所有包括他 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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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有神迹谁的他们 就是奉我的名 赶鬼 所以 不只是牧师赶鬼 ok 听懂没有 在我以往的经历里面 我赶鬼的经历里面 不是 我当了牧师才赶鬼 我做行徒的时候就开始赶鬼了 有些人听到我第一次赶鬼的经历 但是今天不是我要讲的 因为有的人已经听过了 有机会来跟你分享 但是 信的人没有神迹 随着他们 ok 因为教会有两大极端 有两个大极端 有两个大极端 现今的教会 第一 是完全不相信有魔鬼这件事 教会不相信有魔鬼 你们太太太神鬼论了啦 没有这么那么多的鬼啦 所以就不相信 所以呢 当不相信魔鬼的能力的时候呢 他们就落在魔鬼的败坏里面 遇到很多问题 他们都不知道 原来在整个世界里面是有魔鬼的操作 有一种呢 就跑到另一个极端 就是什么都赖魔鬼 都是魔鬼害我的 魔鬼啊 攻击我 魔鬼给我这样的东西 给我这样的问题 似乎他的生命只有魔鬼 就没有神 就算他拜很多神 就算他信了耶稣 耶稣好像在他生命中没有人力 他们什么东西都赖给魔鬼 进入怎么应该看魔鬼这件事情 而不是只是讲所有都赖魔鬼 也不要全部只是讲没有魔鬼的这件事情 我们来看一些经文 大家讲全命能力 全命能力 OK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看一二三 这次以后 主又设立七十个人 猜浅他们两个两个的在前面 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层各地方去 那七十个人 欢欢喜喜的回来说 主啊 因你的名 就是鬼也服我们 十八节 耶稣被他们说 我的看见他但从天上坠落 像闪电一样 我已经给你们全定 可以践踏蛇和叶子 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不然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然而不要因鬼 福了你们修欢喜 要因你们的名 就在天上欢喜 阿们 圣经妹 这里啊 我们看到啊 耶稣派七十个门徒出去 等一下 一个两个两个出去 圣经没有很详细的记载 耶稣派这两个两个人出去 是做些什么 圣经没有招待很清楚他们去做什么 但是呢 很显得一切的这七十个门徒啊 都是欢欢喜喜的回来 说主啊 以你的名啊 就是鬼啊 也服了我们 也就是说呢 耶稣吩咐这七十个人出去啊 可以 可能去做很多的事情 但有一件事情 一定跟魔鬼有关 也就是他们成功制服了魔鬼 所以你看到呢 耶稣啊 没有避记的 没有回避的去谈记魔鬼 在他的司风里面 他认定魔鬼的存在 和魔鬼的工作和活动 因为他知道魔鬼在人身上的灾害和捆绑 耶稣本身不仅在做 他也趁拆派人 拆遣七十个人 努力的 积极的制服魔鬼 他极度的憎恨魔鬼在人身上 所做的一切事情 看看最近的报道 看看最近的报纸 有太多负面的新闻了 老公 老婆 老公 你朋友跳楼 请你打肩膚 等等这些标题 都是负面的 可是我们看到我社会这么多问题 社会这么多 白猫 我们只看到社会的问题而已 可是你看到社会问题的 背后的一箩筐的东西 原来我们知道 如果你知道这些问题 背后的超虫者 背后的在运作影响的是魔鬼的话 你不得恨极度的恨魔鬼这个家伙 所以让我们来读一些这些经文的一些的言文 第一我们来看这句话 那七十个人欢喜喜主啊 回来说主啊 听你的名 谁的名 耶稣的名 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那这个服啊 在希腊言文叫做 Hupodeso Hupodeso的意思是说呢 服的意思就是 原文的意思就是服从 顺从 听从 尊从 也就是说奉耶稣的名 魔鬼必须胡咬间的臣服 然后 第十九戒 我已经赐你们全病 可以践踏蛇和狮子 又胜过从你的一切 能力 断没有什么 人害 你我们平平在这里 范围研究这些经文一下 圣经讲 耶稣已经赐我们全病 说姐妹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全病和能力有什么分别啊 有时候我们信了耶稣 或者我们常讲能力啊 我们并不知道能力和全病有什么分别啊 我们必须要了解 耶稣讲的全病指的是什么 人力是什么 原来我们身上有全病 然后我们身上有人力 这全病和能力是怎么样的一维数 我们来看啊 在希腊原文全病叫 Esocia 大家跟我讲Esocia Esocia Esocia的意思说 什么意思呢 Esocia的意思就是 拥有 可以拥有 运用自行能力的权利 我来讲啊 可以拥有 运用自行能力的权利 也就是说Esocia Esocia有这个权利 能够用 能够自行能力 去自行 能力 去自行一些东西 然后呢 圣经讲 这个经文是最完美的 因为这个经文里面有权利 有权利 有能力 然后能力在希腊原文叫做 Dulamis 大家讲Dulamis Dulamis Dulamis Dulamis意思就是 所有一切的能力 任何力量啊 力气啊 能力都是讲这些能力 意思说呢 原来啊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原来啊 不要讲魔鬼没有能力 魔鬼没有什么特别 圣经耶稣都承认 仇敌一切的能力 魔鬼是有能力的 但是不同的地方就是 我们基督徒有权柄 大家讲权柄 权柄 我们有权柄 自行任何的能力 不只是自行任何的能力 也超乎胜过 仇敌一切的能力 然后 这个这里啊 看在这里啊 很重要的这里 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断没有 在希腊原文叫Ome 大家讲Ome Ome Ome什么意思啊 我们这里中文写 中文没有 但是言文意思是绝不 必定不 一点也不 想也不要想 绝不可能 我喜欢这个 他的言文 想也不要想 想也不要想 魔鬼能够讲爱我们 所以你必须要明白 圣经的言文的意思 就是原来啊 我们做神的儿女 我们有这个权柄 去自行任力 我们能够 也能够自行你的权力 在魔鬼的身上 最后一件也是很重要的 圣经讲 耶稣讲的句话 然而不要因鬼 服了你们 就欢喜 要因你们的名 记录在天上 欢喜 这句话 我大家都懂啊 不用解释了 但是我不要强调 那样东西就是说 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 你到底有没有能力啊 你到底有没有全病 圣经过魔鬼这件事情 是一个事实 耶稣不想再多强调了 耶稣更强调说 要因你的名 记录在天上 更比较重要 看到没有 你必须要了解 圣经的末影 圣经耶稣很清楚的 很明白告诉我们说 我们做基督 是有权柄 可以向着魔鬼 向着环境来宣告 我们有这个权柄 上帝给我们 耶稣给我们 拆我们出去 难怪 你问我为什么 我都没有感觉到 对啊 你当然没有感觉到 兄弟姐妹 你坐在家里 哪里会感觉到 你坐在你的 你的股神那边 来看这个圣经 你怎么会感觉到 这权柄的能力 这些人都是出去的 大家讲出去 出去 不是进来 出去 所以你必须要出去 做上帝的工作 你必须要去自行 你才能看到 这个权柄在你身上 坐着等 不是能够看到 全民的能力的 今天如果我们每个人 都能够遵行 上帝的活力 100% 上帝是不会骗人的 风水老师 风水老师可能会骗你 十年八年 如果你真的 我们遵行上帝的活力 我们去做上帝的工作 我们为神的工作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很多的能力 全民在我们身上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另一处经文 大家跟我们一起讲 释放神的同在 释放神的同在 好 咱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一下 很重要的一个经文 1 2 3 神怎样以圣灵 和能力高 拿他的能力住 这都是你们知道的 他周留释放 行三是 一好防备魔鬼压制的人 因为神与他同在 有些人已经收到这个经文了 但是我要给你看一些东西 这里 这个经文 这个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当我们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的时候 我们就是把 把他们从魔鬼的手中 被释放出来 当我们去帮助有难 有需要的人 你就是把他们 从魔鬼的手中 抢救出来 然后把他们放在 上一个人在里面 所以牧师那么重要 为什么要 要登报纸 要去做很多 帮助人的工作 就是怎么样 我也是在 自行这 耶稣在做的东西 就是 我 周游四方 行三是 一好 反对 两次的人 我再举一个例子 你就明白了 比如说一个有病的人 病得医治 你就是把他 释放神 你就是释放神的同在 在那个病人身上 当一个人被鬼扶 你从那个人身上 赶出鬼出来 你就释放神的同在 在那个被鬼扶的人身上 当我们去派你 派饭给贫穷的人 你是救他们脱离 贫穷的枷锁 贫穷的挟制 释放他们 在神的同在里面 看到我们在做的东西吗 所以你看我们 派你派一派不是 是为了他们 我们在属云行义里面 我们也在做一种的宣斩 我们也在跟魔鬼的 一种的对抗 我们 所有的疾病 贫穷 都是 的 创造者 耶稣是生命的创造者 败坏 黑暗 贫穷 贫穷 疾病 是魔鬼的 魔鬼就是 这些所有的创造者 当我们把他救出来之后 我们就是 引他们进入神的同在 我们帮助人家 借毒啊 借毒啊 毒过的毒 也就是释放神的能力 在毒鬼身上 领他们到神的同在里面 我们帮助 借毒品的人 也是怎么样 同样的道理 所以你看到为什么 每一次 你去帮助人家 你就是在释放神的同在 释放神的同在 在那个人的身上 不仅如此 我们把福音 带到每个家庭里头 使家庭和睦 也就是堵住魔鬼 破坏家庭的计划 使神的同在 领到每个家庭当中 释放他们 脱离魔鬼的压制 就是 派你派饭 当我们派你派饭 就是减少很多的社会问题 人家没有饭吃 没有米饭吃 就是偷出去抢 当我们派你派饭 我们去减少这些社会问题的时候 也就是说 我们也在堵住 制止魔鬼活动的 反图 反图范围 假如你想看到神的同在 不要只只坐着 走出去 你的安全区 伸出你的手 去帮助他们 神就与你同在 你可能会说 牧师 我自己本身的问题 都还没有解决 怎么办呢 如果你先去帮助别人的需要 你的问题 一定隐忍 隐忍而解 因为当你在释放别人的时候 你也在这 你也在做着释放自己的一个工作 Hallelujah 所以圣经讲 释放医好被鬼压制的人 这里压制的希腊原文叫做 Cata dunas deo Cata dunas deo 压制的意思就是 充暴支配人 滥用权力敌对人 魔鬼就是用这样的东西来压制人 魔鬼就是用这样的压制 就是充暴支配人的生命 或者滥用权力的敌对人的生命 我曾经 以前我们教会有很多这样的感鬼的case 我记得有一次 这女孩子 大概素贞这样的身材 这样的身形 那时候他没有出二十多来岁 他早期感觉神有给我这样的气 这不是我第一次感鬼 已经感到很熟了 以前很笨 我们基督说是没有智慧的去感鬼 每次那些鬼伏的情况 那些我们在感鬼的时候 我们还问他 你叫我名字 里面有多少字 是男的 是女的 我们那个鬼还会跟你拱手 跟你交谈 不论一答备他就讲 到最后一天 我在祷告说 圣灵跟我讲 圣灵就对我说 魔鬼 魔鬼是谁 我说魔鬼就是那个破坏者 说谎者 对啊 魔鬼是破坏者 说谎者 那一个说谎者 他会跟你讲坦白话吗 你问他有几字 他会坦白的讲几字吗 你问他是男生女 他会坦白的讲是男生女吗 你问他是哪里来叫名字 他会坦白的讲他的名字吗 所以不要 不要傻了 所以不要给魔鬼 不要做魔鬼的牵套 和诡计 从此 从那一天 从那一天去 我从不再问魔鬼 你叫名字 你是男生女 你有多少字在里面 都是 我都是问圣灵 然后圣灵 让我知道 有一次是这样的 大概有个女生 大概像树珍这样盛行这样 对不对 当这个邪灵 在这个人身上的时候 这个灵 我们叫做 the spirit of violence 是强暴的灵 这个强暴的灵 在这个女人身上的时候 他发作的时候 五个像伟伦这样的身形的人 五个捉住这个女人 小女子二十多岁了 都不能捉 捉得到她 她力大无穷 以前我就会用很多的名字啊 什么 但是我就祷告 那他们在拼命在捉住这个女子 她发作那个血铃出来 发作五个男人 男生捉住这个女孩子 都捉不到 那时候我就在那边在祷告 让她知道 让我看见这个是什么 然后圣灵就对我说 这个是强暴的 the spirit of violence 好了我就对这个 我就对这个 这个女鬼 不是 是女的啦 她是你啊 这里面的鬼啊 所以叫女鬼啊 我就说 我奉耶稣的名 我捆绑一个手 放进她 一当我说 这个女人 她说我就是背 这样 她就做成这样子 我真的没有拿手 没有拿绳子就绑她 但是我没有用耶稣的名字 我用 我奉耶稣的名 我捆绑一个头 两手 就这样 然后 然后 我奉耶稣的名 我 她就倒在地上 完全不能动她 然后我说 我奉耶稣的名 我命令你跪下 那个女孩子 乖乖的跪下 有个男人 不能拖住她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实 在灵界里面 不是你想像那种 好像我们 眼睛肉眼睹都看得到 你必须要知道 你的全灵界的名 要不然我们跟 我们做不到 我们永远摸不出头脑 很多东西都是任由摸给来 控制掌控 你必须要对 你的环境 不一定是有邪灵出现 你才能够做 比如说 如果 如果上帝应许我们 我讲的是很切 是问题的 我希望帮助很多的兄弟姐妹 尤其是 你们在经济上有问题的人 如果你在长期里面 遇到经济的枷锁 和困锁 你必须要懂圣经的话语 圣经有很多的应许 圣经里面 圣经里面 耶稣讲 包括其他人的书信都有写 上帝赐我们福气 或者祝福我们 是不嫁忧愁的 还有很多很多应许 关于义人必应信而生 包括很多应许 我们这些信耶稣的儿女们 都有很大的福气 我们不会被 经济而困绑 那如果你长期遇到 经济的问题 而得不到解决的话 你必须有时候 你要向着魔鬼来选择 我奉耶稣的灵 我困绑魔鬼 从我身上离开 你不要再放着 有一个经济的家伙在我身上 我奉耶稣令我得到自由 我宣告神的福气领导我 我宣告上帝的门户是对着我开的 不要拦住上帝祝福我 怎么没有离开 我告诉你 你的经济会好处 我觉得相信 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 你是一个遵行上帝旨意 你有遵守上帝的一切的 很洁明很命令的话 福气一定要领导 如果福气不领导一定有问题 必须要懂得向魔鬼宣章 然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 大家讲 制止魔鬼管家 制止魔鬼管家 我们一起来读 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 有一个实体迎着面来 他被误会所顾 用法术叫他主人们大得财力 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 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 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 他一言多次这样喊叫 保罗就心中变反 传声对那鬼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神奉你从祂恩上出来 那鬼当时就出来了 我们看到有一个情况 就是感谢主 我们看到有一个情况 什么情况呢 我们看到这些人 就是保罗在讲道 去到一个城市 去到什么城市 如果你要古文 就回去读那个整章 十六章的背景 也保罗去到一个城市 叫做以弗所的城市 以弗所的城市 就有一个人跑来 跟着保罗和希拉 两个人 连一连数字跟着他们后面 然后一直在后面喊着 请看这个是上帝的仆人 是高神的仆人 为要强讲上帝的道给你们 一脸多只喊着这样的话语 不要以为魔鬼就是来反对的 有时候魔鬼也会用上帝的话语 来顺从我们来做跟从 就是很高兴配合基督教 基督基督徒在做人 所以你必须要有属灵的眼光 那种的叫做分别驻灵的眼光 去看到一些属灵的事实 保罗说 他一开始都没有反对这个人 这样乱 可是一连数字之后 圣经讲很清楚 请看保罗就心中厌烦 保罗没有平安 保罗觉得这个问题很纲固很作乱 然后圣经讲 保罗就奉耶稣的名 将这个被鬼扶的使女 从魔鬼的压制底下释放出来 使用整个以佛所区域的轰动了起来 你看啊 有时候你要看到啊 只要有一个释放的K的事件出现了 你就会看到呢 神的工作就在那个城市里面了 那我们继续来看 从那一个之后呢 我们有一个经文 我都给你们听啊 还在以佛所的无论是犹太人 是新年龄的人都知道这事都 都也都惧怕 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 主得到大大兴旺 而且得神就是这样 看到没有 小姐妹 以佛所教会 因为这个赶鬼的事件 整个城市 整个气氛就不一样起来了 我们看到以佛所 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而且很惧怕 主的名字就因此尊大起来 主得到大大兴旺 而且得神就这样 圣经讲啊 整个以佛所的人啊 都把那些行邪书的书啊 所有东西都来到保罗的面前把它扫掉 为什么我们要认识魔鬼的工作 有些城市啊 比如说我刚刚在新港 我看新港整个属灵的气氛是很低密的 人对上帝的过语并不是很要紧的 人对上帝的过语没有反应的 然后啊 喜欢异性的 喜欢用一些方法 就是很short cut的工作 所以你必须保罗就做一件很分件性的事情 从这个十里身上赶出这个乌鬼出来之后 整个城市就开始不一样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 当一些魔鬼的挟制被释放之后 整个属灵的状况就不一样 你必须要懂这些事情 然后 我还记得 在我的那个福祉里面 这个福道 这个什么 这个福 在这个戒毒所的里面 我们看到有样东西啊 就是 那个 有一个是戒毒的人啊 这个人我还记得他叫阿醉 这个人也去世了 因为他长期了戒毒 然后就在我们的戒毒所来戒毒 然后有一天啊 原来他也涉及一些属灵的状况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祷告 敬拜神的时候 他忽然间就有邪灵在他身上发作 他是一个很很高大 冰龟 他要高大的一个男人 很粗犷的男人 可是啊 里面牵出着一个女鬼 他 他 讲出过来 讲话出来啊 不是男人的身 是女人的身影 可不可怕 然后我们就 我们一直在为他祷告 他化作到他 他必须在 在翻滚 在地上翻滚之后 我们就按手 向他按手 祷告 其中你的弟兄 再按手他的头 那个 那个男人啊 忽然间讲出女人的身 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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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明明是剃光头 那里有头发 看到没有 最后我们就 就把这个 男人 里面的女鬼 看出来 然后叫醒他之后呢 这个已经得到完结的事 我就问他 为什么你跟女鬼有关系 你会有接触到这样的事情 那个牧师啊 你不知道以前 我们是会 我们参加世卫党 就要 就要 要凶 要凶门 然后我就听了那些 那个 那个想回想 那些罗伯上讲的 你一定要去 要 要去找 死人的血 就是说 你在海味啊 注意啊 有一些那些 马上 事件死掉了 你就拿面包 然后 蘸她的血 然后就念念咒 吃下去 你就什么 天不怕地不怕 他就是做这样的东西 他说 曾经有一个 姐妹 就是 不是姐妹 是一个姐姐 一个弟弟 在撤破 死掉他 马上就拿面包 去蘸她的血 来吃 然后他就说 从此以外 就无地大无穷 什么都怕天不怕 但是遇到 遇到耶稣 还是要撤破 我要跟你讲什么 这些东西是有存在的事实的 嗯 然后我们看到 魔鬼的工作 在这个 人的身上 也得到释放 所以你看到没有 我们 可以讲这些经文 和这个见证啊 就是要 要让你知道 魔鬼存在的一个事实 接下来我们来看 啊 以魔鬼征战呢 我们来读一些经文 啊 第六章十二节 以魔鬼说出 因我们不是以学籍的战争 乃是以那些自政的掌权的管辖 啊 这些义无汉 和世界的 以及世界中 属灵地的和我战争 好 我们接下来读第一个经文啊 由你们在阿弥陀 基督耶稣 古人的一巴佛 你们 和 他在祷告之中 和 为你们 严厉的祈求 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 而以完全 信心充足 能参理和我 弟妹 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常常听到 啊 兄弟姐妹啊 在教会里面常常有讲的 属灵征战啊 属灵征战啊 属灵征战 跟魔鬼战争啊 魔鬼征战 到底是 对还是错的 我们常常听到基督说 我们跟魔鬼征战啊 我们面对属灵征战啊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 这样的一句话 到底是对还是错 我 不是要帮助你啊 你老几样子 首先 我告诉你 圣经说 耶稣已经为我们 付上一切的代价 我们得救本无恩 借着信 完全不是靠着行为 免得有人知过 正以佛所述第二章第八节 怎么说 啊 换句话说呢 是耶稣为我们征战 而且耶稣已经打圣战了 战争不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主 第二 第二 魔鬼在这个世界上有六千年的历史 这个地球有多久 魔鬼就存在有多久 六千年的历史是什么 解念阿弩明里 就是说他认识你的老祖宗 很牢牢牢牢 牢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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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ng 就是祂的能力能够 这样讲就对了 所以祂看过人 看过人类的一举一动 祂对我们的人类太了如指着了 这是事实 所以呢 当圣经讲 我们不是以学习书学习的争战 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每次祷告说 我们在跟属灵争战 我们面对很多的问题 是魔鬼在做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思想的错 原来这争战的希腊语文叫巴雷 然后呢 跟这个谢利 谢利的意思是同样的 希腊语文叫阿根 阿根 阿根 你 阿根 阿根 外交奋战 竞争对抗争斗 然后借力呢 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比赛中的竞争 跟对手竞争 打斗 危险中竞争 奋斗等等 所以你会把这两个经文连在一起看的时候呢 是什么意思呢 是保罗在哥罗西书告诉我们 所谓的战争不是以魔鬼的战争 而是人在祷告中摔跤奋战 竞争对抗斗争 当我们在祷告中使人在神一切的旨意上 得以完全信心充足 能站立得稳 我们就是为主打死战争 看到没有 所谓的战争不是因为你遇到所有的灾难的问题 有时候战争的问题是上帝给你的 不要说是魔鬼给你的 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能够跟魔鬼征战吗 第一 我们不能跟魔鬼征战 第二 我们也不需要跟魔鬼征战 因为耶稣已经将魔鬼打败了 你今天还跟魔鬼征战已经是奥底德了 就是因为耶稣已经打了圣战 而且圣经跟我们讲我们和耶稣一同做王 做来天上的 我们不需要跟魔鬼征战 因为祂没有到祂跟你不同的一个 规定 祂跟你不同的一个高度 你不需要跟魔鬼作战 所以从今以后 你如果再听到人家说 我最近面临树林征战的 我跟魔鬼征战的 那是从我后的思想 你已经是 耶稣已经打败他 你 我们耶稣是一个得胜者 我们是他得胜的产品 我们活出来就是像魔鬼说 魔鬼不要再欺骗我了 我生命是得胜的 魔鬼不要欺骗我 我生命是一致 我生命不是败坏的 是蛮有能力的 你不需要懂你的身份 很多人不懂这个身份 常常给魔鬼祈福 最后我们来看最后的经文 基督会被鬼扶吗 会吗 很好的问题啊 Can a Christian being demonized demon processed 基督可以被鬼扶吗 我会会举一些问题给你 就是要你明白他们的魂 记得会被鬼扶吗 首先你必须明白 人是一个灵人 他有个魂 住在圣子里面 大家听吗 大家听好啊 man is a spirit he has a soul and lives in the body 就是说 人 当上帝称我们这个人 你不是称你这个身体的人 上帝称我们人 是我们有这个理 当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 把用泥土来创造我们的时候 圣经讲我们是不能动的 当上帝把气吹在人的皮股里面 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在英文说意思 leaving soul Now 之前你没有的 所以我们人是个灵人 大家讲我是个灵人 我是个灵人 我有个魂 我有个魂 住在圣子里面 住在圣子里面 所以我们相信人是有 人是三言论 有灵 有魂 有体 我们中国人常常把灵魂 离魂 混淆了 因为灵魂就是一个东西 灵和魂是分开的 圣经把灵和魂都是分开的 所以你会看到呢 为什么你会是有灵有魂有体呢 因为上帝是以他的形象 和他的样式来造我们的啊 上帝是什么 上帝是怎样的神 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所谓你的被创造的元素 也是三位一体的灵魂体 所以明白这里明白了没有 那如果你明白这个概念的时候 人是有灵有魂有体的 所以如果说你会被鬼扶呢 是不同的 就是说一个人不可能 灵也被鬼扶 魂也被鬼扶 体也被鬼扶 懂的意思吗 一个人不能够灵被鬼扶 魂被鬼扶 或者只是体被鬼扶 灵没有鬼鬼扶的 或者只是魂被鬼扶 灵不鬼鬼扶 体不鬼鬼扶 这也不同的啊 因为人是有魂有体 有灵有魂有体的 所以 这个你看到没有 所以呢我们看到了 人 如果基督徒信仰耶稣一个是 灵魂体被拯救 然后 重新来过一个新的生活 这个基督徒是绝对 不可能会被鬼扶的 然后 但是呢 很多基督徒啊 可能被魔鬼操控是有可能的 我才讲啊 基督徒是不能 不能被鬼扶 但是 如果他的生命不圣洁 他的生命没有走在上帝的 基督徒 他看钱很重的人 基督徒 他一辈子都在追求钱的基督徒 他一辈子都在追求钱的基督徒 他一辈子都是被钱的 有没有 请问 圣经讲魔鬼 的身份是什么 全世界 全世界 和世界万无万有的一切 是属谁的 属魔鬼的 因为他是世界的王 如果你追求世界 你也是在追求世界的王 难怪啦 魔鬼有这个东西来掌握你 你不一定是被鬼扶 但是你是被魔鬼控制 比如说 一个贪吃的基督徒 他很喜欢吃 他不吃不行 他对吃很有隐诱 所以他就被食物控制 他在食物上是很软弱的 你叫他禁止祷告是不可能的 有怎么禁止祷告 美食当前 是吗 还有 如果一个脾气坏的基督徒 他肯定被情绪控制了 他不是让主来控制他 他让情绪控制他 他心情好就OK 如果随着挠他 他就发脾气 他不是被控制了 魔鬼用这样的东西来控制他 接下来 如果一个贪爱色情的基督徒 他一定被情绪所控制 他不能自罢 他很喜欢浏览 去看那些不应该看的戏 然后去找那些不应该看的片 或者去找不应该去的场所 他是一生被这些东西来控制的 被射鬼控制 那一个喜欢爱抽烟喝酒的基督徒 他一定被烟酒所控制的 他当一个人 如果不能放掉他的香烟的酒的话 然后可是他来到教他 能够赚美主 主你是我的主 耶稣是主 耶稣是主 其实他不是在唱耶稣是主 他在唱 烟酒是主 烟酒是主 女人是主 金钱是主 因为他被这些东西来扭受 我今天的目的 是要给你看到魔鬼的真相 魔鬼不能附在基督徒身上 可是魔鬼可以用这些 破洞 这些软弱来控制 然后我们能够将这些恶事 这些不好的习惯感出来 另外有看到很多巫师在里面 我奉耶稣的名 我命令这酒鬼出来 然后爸爸叫他回去 他爱抽烟酒 我奉耶稣的名 你继续 我命令这烟鬼出来 他出来了 他还会去 爱是继续找烟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命令这个十二鬼出来 他继续找你了 兄弟妹 基督徒我要你看这件事情 没有所看的 没有走绝境 你信耶稣 你作为上帝的儿女 你必须遵守上帝的道路 你必须走十只家的道路 圣经讲 那些要跟从我的 必须要进入窄的 那个门是窄的 很少人进去 多人去的是 那门是很荒的 你要做上帝的儿女吗 你要做一个基督徒吗 你必须选择窄的 你不可能说 我这边祷告 我不用去 我不用慰改 我去祷告 我有坏脾气 牧师你为我祷告 我有坏脾气 我奉耶稣的名 脾气 各位厉害 然后就解决了 你每个礼拜都要给牧师祷告 我讲 每个礼拜都不能托你 你必须这样做 你必须放弃 必须放弃这些坏习惯 而且承认你的罪 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习惯 第一 你必须 你必须是上帝的儿女 大家讲上帝的儿女 上帝的儿女 第二 你必须承认心理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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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 你必须晓得耶稣的名 讲耶稣的名 耶稣的名 所以今天 耶稣的名 你魔鬼 大家讲 释放神的同在 释放神的同在 制止魔鬼关系 制止魔鬼关系 所以必须要从 魔鬼的关系里面 耶稣已经释放你了 不要给魔鬼欺骗你了 我还是不能 牧师 我嘈喷了久 还是不能 我的问题不能 我这个坏习惯不能改过 其实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不用给魔鬼控除了 Amen 那不是 你能够死了 阿尔 是 好 好 好